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控制到这个疫情 问题就是欧洲美国做不做得到呢 意大利人口少 中国二三十倍 死的病者已经超越了中国 轮到西班牙 法国 英国 甚至美国这些人口更多的国家 情况又会变成怎样呢 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政府大力处理经济问题 但这个和解决疫症有没有关系呢 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不停下来 解决不了疫症 但是停下来 经济一定受重创 中国大陆抵止口 顶得住 但是说不伤就骗人了 未来三个月 大家看看欧洲美国怎样顶住它 说回香港先 相信我们目持的形势 怎样都比不起内地的良好势头 如无意外 中国应该是第一个可以走出疫情和经济 相重阴霾的地方 至于欧洲和美国说不定这次疫情 就是加快扭转他们和中国 谁是一哥的关键 在香港 如果不计欧美留学生 最近这一排港人回流带来的新一批病例 其实我们应该走到这个疫潮的尾声 现在多了一班患者 我们就要指望政府守好美门 不让病毒在社区再爆发 这样来说 可能幸好拖多两个多三个月 疫情都应该完结 数一数 什么时候呢 即是香港进入五六月间 距离九月立法会选举剩四个月 恶恶就是黄乱黑暴 为选举再度出手的时候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问一下香港怎样能够平静下来 恢复元气呢 我们看看内地 中国政府控制疫情 是比我们做得更好 到了适当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月 两个月 政府一出力回推经济 市场和人民反应易跌 恢复元气 重新走上经济回升轨道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按照现在形势看 内地最快 四月中 五月初 可能已经可以回复正常了 至于我们呢 前内地一两个月 五月中至六月 是否可以回到正常运作呢 那就真的要看我们社会 是否继续支持政治倒乱 这一次现实就是 所有人都要考虑 内部经济停摆的影响 香港 内地 甚至欧洲 美国 都要依靠内部消费 来支撑经济 中国内地的内部消费 占了GDP百分之四十左右 美国就百分之七十 差不多多一倍 还有一个月 中国捱完了 但美国和欧洲才刚刚开始 你说他们怎样捱呢 究竟欧洲和美国还要多久 才可以恢复正常呢 很有趣 这个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疫症问题 基本上大家都看到 所有政府对付今次的疫症 都是老鼠拉龜 所可以做的就是出手帮一帮 民众因瘟疫所被逼留在家 带出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实这个并不是关键所在 大家不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不出去 而是因为怕染上疫症才留在家 政府也是这样叫你 政府派些钱减税 是否可以令到我们不怕疫症 而立刻上街花费 享受一番重新谷起的经济呢 老实说 你够胆出去 都没有什么大拖地方 可以做你生意 越少人出来 就越少商店餐厅可以熬下去 一般来说做零售餐饮的 老实说大家都只有三至六个月的 现金流作支撑 时间再拖长下去 哪个人都要关门 就算不关门 工作崗位都要大减特减 一拖再拖 工作崗位都全部消失了 给一个例子 例如国泰 那样刚级公布了四月至五月 他截至 мыш 截至下跨减多 百分之九十六 只剩下四个百分之四个百分之的飞机飞 那你告诉我 他请几万人 他会减多少人 才不是让谁家虑因为死 歐美企业靠中国零件 就做不出产品了 没有产品 那怎么卖呢 现在中国工厂重开 又轮到意大利 法国的工厂要停工 美国各个州份都是一样 生产汽车 少了一条轮胎 或者少了人去装嵌 基本上结果都是一样 车是出不了厂 没得卖 现在欧洲和美国正是全力针对疫症 不是疫症 是疫症带来的经济问题 例如减税 派钱 加大量化宽松 这些货币政策 能够不够灾害呢 基本上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 解决不了的就是健康安全 和民众的信心问题 有人说欧美现在用的抗病毒方法 和十四世纪对付黑死病 基本上是没有分别的 将所有人运起了 没有人流动 病毒流行一段时间 就没得存 那就没有人感染 那就停了 黑死病是真的死到七七八八 才能停止到 今次我们不要说死救人了 也是一个城市一个市镇 没有人再在接触中 病毒就被迫停下来 没有接触 经济一定是要停摆一段时间 自然疫症就过去了 但是这个就是最残酷的经济现实 在中国内地和香港 政府是愿意花最多钱 放最多的病者 在医院救治 一个都不能少 隔离所有的紧密接触者 所以两个多月已经减轻了病情 海外是否正在做同样一套呢 欧洲各国和美国病毒会爆发多久 就真的要看看今天 患病者混在人群中有多少 可能幸好的到了夏天 病毒就自然消失 但这个问题大家都答不到 也都答不准的 再比较一下 香港和中国都是有储备的地方 相反 美国和欧洲欠债累累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一说出口就是几千亿美元 这个不要计算他说的 那一万亿美元刺激经济方案 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对欧洲相铸 经济差早已经不是新闻了 现在雪上加霜 大家说了 美国和欧洲将来怎样呢 英国刚刚脱了欧 惨了 孤家寡人 以前都叫欧洲帮帮 现在唯有死定 不够民众 叫人家治我隔离一个星期 如果你年纪大还有病 麻烦你治我隔离四个月 隔离四个月做什么 等死 你说英国人愿意先死 还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先死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 会不会是落台背上最后一斤稻草 将美国甚至某些欧洲国家压死呢 不用等太久 大家等多六个月 回头再看看 就知道是真不是真 这次疫情对世界形势带来的影响 可以说是或时代破天方的改变 危机危机 是危也是机 会不会中国做得对 在危机之中拿到一个机会 而美国欧洲现在的做法 在危机中他们能不能拿到一个机会呢 还是危险下去呢 且待时间证明一切